Audrey来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上这个节目 好来部长 我们今天想要来谈谈这个数发部 然后这个好了数发部到底在干嘛 是我们数发部或者说数位部都可以 最重要叫全民数位任性 Digital Resilience for All 那意思就是说发生各种不利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要能够及时的来应对举例 像说像之前马祖跟台湾中间的那个海岸 在一周之内连续两次被一艘雨船一艘货船都无星期的 不小心割断 那这个当然是他们都说不小心 这个叫Gray Zone 就是灰色地带的这个Operation 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要立刻用包含微波 包含非同步的卫星 好比较我从英国谈到那个OneWeb的卫星 年底前会覆盖全台湾 那就会让这些操作在下一次再发生的时候 就会失效 等于是说海岸就算在被断掉 也感觉不出来 这是一个例子 除了这个 就是说这个听起来像是 就是我们台湾资安方面的一个应对 就是灾难的时候的漫游 包含最近大家关注警销 如果是他附近基地台被烧坏了 怎么样 那他有没有能够guarantee的宽品呢 等等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大家诈骗的事情也都跑来问你呢 听起来跟诈骗没有关系 就是你刚刚描述的这书发布的这个职责内容 跟诈骗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像我们确实有做一些数位的公共建设 让我们的各个部会或者甚至地方政府 在发简讯的时候 有一个共用的简讯的代码111 那这个我们在今年第四季会推行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公部门出去的讯息不会被误认成诈骗 虽然不能说别人不能够内容上面copy一模一样 但至少在这个发讯者的地方 我们可以防患于未然 所以我想大家提到诈骗 提到数位部 很多想的是说我们能不能防患于未然 大家也了解 我们不是把人关进去 惩罚检察官警察 当然不是 但大家希望我们能够技术上面 想出一些办法 让这些诈骗比较不能够得逞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毕竟也有主管像无电面的零售 就是所谓的电商 那电商如果他的个资没有保守好的话 确实是很容易变成诈骗 特别是解除分歧付款的这种诈骗的一个来源 所以大家也会希望我们把这个无电面工会 就是所有这些被冒充的网页啊 网域啊等等他守好 所以听起来 我觉得比如说 我知道现在促进资单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看到的是还有这个 推动数位产业的发展 这是什么意思 对 举一来说像我们一个云市集 云市集就是说 像之前鸿海有投资一个叫做度度 他就是一个post post就是任何时候 你去点餐啊或者是点一些服务啊 或怎么样 他可以很快的去综合各种不同的付款方式 然后呢及时去结账 那包含一些人资啊等等 那这些其实是之前在疫情的时候 因为有一阵子不能内用 那变成如果他没有做外送或者外带的话 他就完全没有生意 那那个时候云市集就推出 等于是说政府吸收80%这样子的成本 然后去媒合这些post寄啊外送啊等等 人资管理啊等等 跟这些急需转型的微小的商家 那当时就是就是政府出八成 然后商家出两成 现在当然疫情过了 变成他们出三万 我们出三万 等于我们出一半了 那但是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在以前是只有很大的公司 他要数位转型的时候可以投资 去买设备 去买各种软体产品等等 那但是这种小的商家 他说不定才一两个人 也没有所谓IT staff 就是没有专门管技术的人员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透过订阅的方法 而不是你一下子就花一百万买一个设备 而是说你可以用租的 一个月只付一千块 那你用的一两个月 如果不好用 再换一家再换一家 一直到有适合你的为止 所以这个是全面的去做 所谓的数位转型 OK好 就是这个 其实我记得那个面线的 那个事情的那个争议 对对对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看一下 面线那个争议 我老实说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对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外面骂的没有道理 我是真的觉得 可是这个事情 我请 你讲一下你那边的看法好了 我的看法 像其实在 当时还是柯文哲市长 的时候 他们台北市的产业发展局 也专门用新闻稿说 台北市帮助这个台湾 云士级采用的这些小的商家 特别是好比像说销售健康餐盒 等等 LINE点餐系统 等等 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出三万吗 台北市也出一万 所以我们也觉得说 透过像点餐系统 LINE点餐等等 这看起来好像地方政府也加码嘛 就是透过这样子来宣传云士级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但是我觉得当时 确实是有一个状况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应该要去防守资安的攻击 应该要去处理海岚的事情 应该要弄卫星 那突然之间来了一个 中小企业商家数位转型 感觉跟那个资安的设定 有一点就是没有完全搭配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我们在筹备的时候 当时叫数位发展部 一开始的想法 确实是用软体资负业者 来带动数位转型 但是我们筹备到后期 就发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那突然之间就是 这种刚刚讲到灰色地带 资安的攻防 变成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本来如果是说 发展为主 然后当然还是有安全 有参与嘛 那现在就转过来 变成安全为主 那我们如果是说 大家都有参与 都有发展 感觉上一定要强调 安全的部分 所以后来我在立法院 被质询 就是这个云士集 我就说其实这是让 中小事业在订阅制的时候 因为只有通过我们 资安检测 原码扫描 才会上架嘛 所以这也是让各行各业 提升资安的一个方法 促进资安产业 跟产业资安 我这样一讲 立委就比较能接受 所以我从那次事件 学到的就是说 我们不管什么政策 一定要说 这个也是资安政策 可是我 部长我刚刚在听 你在讲的就是说 我觉得你们的 业务不但很庞杂 而且我觉得还要看 实际 真的 还要看实际来推 因为我觉得你 其实在做 比如说跟这个 商家的这个整合 这个东西 我觉得其实这工作 也很重要 这个升级不重要嘛 但是因为的确 因为安全的问题 那时候在大众的视野里面 看起来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要马上调整 好 现在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部会这么大 要随时这样调整 激动的调整 应该是个很大的挑战吧 就是说我觉得你在 今天部会在 你一定是有 比如说你今天做的工作 一定有priority嘛 哪些东西要放在前面 然后推动都需要时间的 然后现在因为 这个priority要改变的时候 应该是很大的挑战吧 我们当时在设计这个 就是数位部的时候 我们数位部 部本部 是扩大大家的参与嘛 照顾到所有需要的人 包含普及服务啊 偏向领导这些 那底下有两个鼠 树产鼠是负责产业的进步 资安鼠当然是负责安全的部分 所以这是一个三角形 就是参与进步安全 这个在国际上是很少见的 大部分这三个 是在三个不同的部会 又或者是说 其中一个边在一个部会 另外一个角在另外一个部会 那我们这样整合在一起 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这样子调动是很快 因为我们这三个角 要互相支援嘛 你刚刚提到说 也有简称说数发部 数发部就是三发嘛 就刚刚提到的 设发 产发 突发 所以因为我们是这样子整合在做 所以调整起来节奏是还算蛮快的 可能一个礼拜就可以去做一个调整 那如果是 还分散在两个或三个部会 要很多个部长或政委协调 这个成本就高了 OK 你这个蛮厉害的 你还真的是做一个model出来 好啦 那我知道就是在这个数发部里面 在数位部你们讲的数位部 没关系都可以 OK 我知道这个原额其实配的是600人 因为以你听的 我不知道600人你觉得够不够用 很够用 没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是补满的 我们600人是补满的 大概七成五八成左右 你业务这么多 然后你觉得600人够用 你做了斩钉截铁 我现在是给你个机会 你现在如果说需要的 我要争取原额 是不是 如果要争取原额 现在可以讲 我想这个要分两个层面 一个是说 因为我们其实绝大部分的工作 是partnership 就是说是跟我们辖下的法人 好比方说资安院 资测会 电信技术中心 还有TWNIC 这四个来合作 那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原额 而且不受总原额法限制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做strategy 就是规划的工作 那规划的工作重点是 英文叫conceptual integrity 就是说他的这个想法 要有内在的一致性 那这个并不是说家人就有用的 而是说那个model 想得非常清楚 好 那这个讲到就这个 这个就一听 我觉得就我就有几个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说 你既然是做strategy 然后我觉得你的工作 这个我一定要很 业绩很顶尖的人 很懂才能够做strategy 你在跟民间企业去抢人的时候 我相信政府部门在薪水上 恐怕是很难有竞争力 这怎么办 当然首先像我们资安院 资安院的同一个position 我们是把它联动到电信业 或者金融业 同一个position 他们这边涨多少 我们就涨多少 所以这个是叫做人才对流 Talent Circulation 那所以我们确实也有一些业界 也真的很顶尖的 像那个APIR等等的 就是director层级的 会过来我们这边 帮我们去做隐私强化技术 资料架构等等 那当然他的薪水 你说完全没有打折 可能不是完全没有打折 但至少on part 就是是可以在行情里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 这次数位部 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行政法人 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确实像您说的 在以前约聘如果进来的话 一方面是说他工作比较没有 就是牢记法那种保障 那二方面说他真的很需要使命感 因为像我自己进来也是打三折 对那我们现在当然是希望说 透过行政法人的设计 未来就是不用打三折 可能就是八折九折这样 八折九折还不错啦 对还可以 还可以啦 对对对还可以啦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知道你的部会 其实跟其他部会合作的 这个机会非常高 因为我听起来你就是说 你很多说你是做strategy 然后去跟其他的部会 给要合作嘛 那我知道在书发部成立的时候 其实是很多其他旧的部会 会有一些人员 四个对要拨过来 在整合上有没有问题 应该是没有 那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恪守行政中立嘛 所以虽然我们的组织法说 我们的司长 我们的署长都可以用外面的人 但是事实上都没有 就是司长跟署长全部都是常人文官 那所以我们就不受到党派 我也没有党派嘛 不受到党派的限制 而且也不会被选举什么影响 就我们可以专心做专业的事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这个level的常人文官 我们当时都有在疫情的时候 都有在合作 所以虽然是四个不同的部门过来 但是其实不管是三倍券 五倍券或者是口罩的实名制 或者简讯失联制等等 其实就是这些人做的 所以我们等于在疫情期间 已经联系出这种 几乎是每天每天开会 每个礼拜改版的这种快速迭代的 这种革命情感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没有 指挥统域上面的问题 比起说你空降一个 疫情期间没有一起工作的人来说 可是这四个部会融合在一起 难道没有integration的时间吗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整合的时间吧 culturely 或者是说专业上 我觉得应该还是需要 有一些整合的时间吧 是还好 是因为就像刚刚讲到的 我们的资安署 几乎都是资安处过来 那我们的数产署 几乎都是经济部过来 所以并不是说 像您说四组人混在一起 没有 这两个数就是两个数 那我们在部本部 我们的任性司资源司等等 这个是NCC 那我们在包含我们的政府司 或者是我们的多元创新司资料的部分 这个是从国发会 所以他们过来是整组人过来 而不是打散了重新编组 那所以我们主要的挑战 就是怎么找到一些事情 像刚刚讲到111那个减码 去动员全部的人一起做 而不是说一定要磨合新的长官什么 因为绝大部分就是本来那个team OK好 那你觉得 我觉得你做 因为你做的东西很新 而且我觉得科技上的 我想知识要求的会非常的高 在带这些公务员的时候 有没有困难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知识非常的新 应该意思是说会有很多新兴的挑战 好比像说我们筹备的时候 生成是AI还没有那么泛滥 但是现在就任何人都可以跨国跨境 甚至跨文化去进行转译等等的工作 那确实这个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全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公务体系能够去因应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in the flow of work 在工作的时候就来使用 那所以我们用的其实都是我在业界用的这些东西 像我们没事就是跨部门开一个Google Doc的共笔 我们没事就是用零星人的系统 透过FIDO在手机上签公文 而不需要跑纸本公文等等 那因为这是业界的工作方式 那公务员习惯了会发现 真的很省力很安心 那这样子的话 碰到这些新的发展的时候 他就可以用他自己的工作经验 去知道我们怎么因应 那如果他工作经验都还是在盖旗凤章签字 那就没有什么办法 我现在就是说 这个问题其实我一再的回来问 其实不只是上次我们去问 在去访问乖乖的时候 我也问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技能 其实对于一些老员工来讲 学习上是辛苦的 然后我觉得尤其在书发部这样一个单位 他需要的就是知识 尤其是很多很多的知识 我想是要在业界最新的东西 在老的人员跟新的技术之间出现落差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有点想push back一点点 因为像我们刚提到免密码 就是透过我的手机感应指纹 透过软体来确认我手机没有被换掉 然后以及再透过另外一个网络软体来确认我的行为 这些都是全自动 很多是AI做的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就是签过问的时候感应一下指纹就出去了 那比起本来的状况是什么呢 是你还要打密码 还要插卡 那这个密码还必须什么12位数 大小写标点符号什么的 没有人喜欢这个 所以就是说只要我们这些新兴的技术 比起本来的更省力 那其实就算是资深的员工 他也一定会想要用更省力的技术 那我们担心的是说 他们连体验这种更省力技术的机会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业界都在用 而我们又要想strategy 就会发生误差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所有这些最新的 我们这个布就像一个sandbox 一个沙盒一样 就让这些资深的员工率先来使用 好 那有没有时候你觉得 你现在手上用的人的专业知识 我觉得你觉得还不够 因为我相信就是说 我说实在 我们自己我觉得我已经用到 就是我想尽办法用到最好的人了 但有些东西就是不够 就是说比如说 我想要做一个新的东西 可是我们团队里面就是没有人懂 这种时候 你有没有这种时候 就是觉得说 I wish 我有一个更强的人在这边 当然这里面提到两件其实是不同的事情 一个是说你要做全新的东西 这个talent不知道到哪里找 这个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是说 我要怎么upskill或reskill 就是把我们这些员工培养成这么强的人 这是两种想法 那在左边这边 我觉得我们最好的一点 就是我们很多这些新兴的做法 都是所谓public code 就是我们把它想成公共建设一样 所以我们打算做什么 做到哪里等等 都是都要公开的 所以如果有人是业界很资深 他也不想进政府 但他看不顺眼 我们的做法 我们就说你行你来嘛 反正城市码都在这里 那你想要改成更好的版本 我们看一下自然没有问题 我们就收啊 那像这样子一种公共城市 开门造局这样的做法 在以前是比较少见的 很少有政府出来说 我抛弃一套著作权 你随便改 但是这就是我们的做法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reskill上面 我觉得我们蛮好的一点就是 我们并不会有说 好像你在某个私拿个数 你就只能处理那个silo 里面的业务 你到一定的层级 我们是开一个未来形势力 就是未来可能六个月 我们发生的所有主要的专案 我们预测会发生的一些挑战等等 是一次开给全部的 这些medium跟senior level的这些朋友看 所以他看到了觉得说 这件事情我可以有帮助的话 他也可以提案 甚至我们在部里面 有个联署的机制 他只要联署到600人 因为他说服100人 那这样我就每个月会出来开直播 说你的这个新的方法 我们来组成一个task force等等 所以我们这种透过内部民族的方式 这也是一个reskill ok 好 我觉得你的方式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乐观 而且我觉得找到方法去把事情做出来的人 蛮不容易的 然后 所以刚刚讲完就是说 我觉得你内部人员 我觉得想办法把你手上资源 人资源做到最好 我觉得我对你的印象是这样 你现在在做的是这个事情 然后你把strategy做出来之后 问题是还有跟其他部会必须要合作的部分 这个部分困不困难 因为你strategy做出来之后 也许执行上有很多的问题 这个部分在跟其他部分整合的时候 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部分困不困难 我觉得只要我们端出来的方案 是省力气的 那各个部会就会愿意采用 像之前我们为什么推出EEE这个短简讯 就是因为有地方的国税局 他为了要鼓励大家线上报税 怎么好像有抽奖活动 然后呢 他就罚 罚了之后呢 因为抽奖活动看起来就很像诈骗 所以他就被民众检举说是诈骗 但是因为他是地方国税局 他也很无辜 但是如果都一直被检举的话 他那个号码就不能用了 因为像whose call什么 只要足够多人说是诈骗 那以后就会被标一个 可能是可以来电账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重点是 我们要去看到各个部会 包含地方政府实际的需求 这个需求我们解决说 不要造成他额外的麻烦 变成他新的系统也要用 旧的系统还换不掉 那这样我们就没有删进 输卫部的职责 所以我觉得只要确保 我们快速发现需求 解决方法是比较省力的 这样子就不会有困难 OK好 不过理想上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觉得 也许就是不会 我一直就是说 你设计出来一个东西 他可能觉得不好用 或者是说 他的参与度就是不高 就是说像最近你们有一个 我看一下 有一个111 对不对 111那个东西 111简讯平台 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先解释一下 再清楚一点 解释一下111电子简讯平台是什么 没问题 大家知道在疫情的时候 有一些短码 像1922 大家可以扫十连制或者打电话去 那这是卫福部码 或者是像发三倍券五倍券 是1988 那大家看到这些简码就知道这是政府的 因为四码只有政府 19开头只有政府可以来使用 所以说就算是十码的这个 你接到一模一样内容 甚至网址 甚至都为妙为校长的一模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就认明这个简码才是政府的 所以大家就不会被这些十码的所欺骗 那但是呢 并不是每一个中央部会或地方政府 都有投资到这个专用的这个四码 以及简讯的平台 所以就会变成是像刚刚讲 一些地方的像国税局啊等等 还在用十码 而有一些少数的中央政府用四码 那这个时候长此以往 就变只剩这些有公信力 十码的公信力就会越来越下降 甚至被Husco那边检举成诈骗 那所以我们就是一次的推出一个共用的平台 任何没有这种自己专属的四码的 都可以来用 那如果专属四码的如果想用也可以来用 那我们你看他本来是四码 我们如果推出一个五码的 他根本不会想用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比他短 那一定要一开头 那一开头又三码又最好记得 我觉得啦就是111 所以就是挑了111 所以以后你接到111来的简讯 那就像一个蓝勾勾或金勾勾一样 你就知道一定是政府来的 OK好 就是在做这个东西 可是我现在看起来好像 我们全部的部会应该有30个部会 可是看起来只有6个愿意在年底前加入 因为我们是在试办 我们是在试办 就是先确定说这6个 他经常有发送简讯 他也有现有的简讯系统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API 就是好像插座插头一样 直接接上去 马上就可以用 那但是如果这6个试用没有问题 甚至年底前我们提早发现说 真的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那当然我们也有跨部会联系的方法 能够一次告诉30个说 好那就从几年几月开始 大家都不要用10码发了 好 跟其他部会合作这个东西 除了说服他们使用之外 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全责的问题 会不会很头痛 怎么说 比如说我觉得像诈骗这个事情 我觉得像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讲好了 因为你们跟警政署的全责怎么分 我其实搞不大清楚 就是说这件事情 我觉得诈骗这个事情 到底是应该谁负责 就有些人我觉得 你们这边也应该负责 有些人觉得警政署这边应该负责 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好了 这件事情到底全责应该怎么分 当然你如果打仗是说 惩罚已经发生的诈骗案 就是已经有犯罪者 有被害人 有原告被告了 那这个当然不在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并没有移搏 任何司法警察的权限过来 但是如果你是说防患于未然 一开始就让大家看到 这十码的冒充政府诈骗了 那他根本不会点嘛 那也就不会有被害人 所以这个防患于未然的部分 这是我们可以着力的 OK好 所以我觉得你 基本上你意思就是说 前端是你们在做 然后后端是 在实际发生有个案了 这当然就是司法警察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些民众 其实不是很满意 这个做法 因为比如说像是有一个前政委 郭耀黄 他就说 他就说 他说述发部的回应 他就透露出是 只管发展 部长监理 只开油门 不踩刹车 这个形态 我想听听你怎么回应这个批评 我想郭老师对我们的期许 是说我们能够跟 真正能够有建立权限的部会 来联访 我举一个例子 那事实上就是 我们也有跟郭老师说明 就是说像 大家可能知道 有一个叫虚拟账号 就是你在线上转账的时候 会冒出一组 你汇款过去之后 那个账号收到 就没有了的账号 一次性的账号 那这个大家可能都有看过 那这个虚拟账号 在诈骗的时候 就是很常见的一个叫断点 因为它不见了之后 那警方就很难追查说 这个账号到底后面真的是谁 那我们是主管 所谓的第三方支付的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实际在运行的 可能就几十家 但是呢 有上万家 他当初在公司登记的时候 说我也想来做这个事业 那但是呢 他没有真的做 但是呢 某一天这个人头公司 他可能就因为有登记 这个经营的事业 他就去跟一个银行申请说 我也要来申请虚拟账号 但其实这个人头公司 已经是诈骗集团所控制 所以他这边出来的虚拟账号 全部都变成诈骗集团在使用 那我想郭老师也好 或者是也有一些检察官嘛 这个什么渐轻渐改啊等等 都是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第三方支付 我们认识的这几家 虽然他不是特许 虽然不是监理 但是有监理权的经管会银行局 应该要告诉银行说 除非数位部认识的这几家 不然就不要再发虚拟账号了 也就是说这一万多家里面 可能真正在经营了四十几家 跟我们登记 那我们确实不是监理机关 但是我们公布出来 说这四十几家有通过 那经管会就会告诉银行说 这个之外的 再来申请虚拟账号 不要再给他了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断点 把它解决掉 所以我想大家对我们的期许 就是说 我们在每一个这种发生的 新兴的挑战上 我们就要用监理器官的角度 来想说 他们跟我们怎么样联防 怎么结合 我们不应该说 我们不是监理器官 所以就不去找监理器官 来谈怎么合作 这个我想是很中肯的一个建议 OK 好 那可是不许 这样子会扛很多事 但是从经管会的角度来看 确实他们也希望知道 哪些第三方支付是可信任 所以就像刚刚讲到的 只要我们想出了解决方案 也是节省经管会的力气 那我们一次性的扛一些事情 投资一些 像刚刚讲到开放资料 等等这种架构 之后反正是机器辛苦 也不是人辛苦 我想社会部主要的工作 就是去确保说 是这种机器对机器的对接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子 一定要人一通一通电话去问 好 那我们今天讲 就是说跟部会之间的合作 我们刚刚说了 然后我现在来谈谈 就是说大家很多人会讲的 就会觉得说 述发布200亿经费 这么多钱 他们到底都在干嘛 好那我觉得你跟 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200亿这数字正不正确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那钱怎么花的 我们每年 各种各种经费加起来 大概就150上下 没有哪一年到200亿 大家在传的那个 211亿里面 大概160亿左右 是两年期的前瞻计划 所以他是可能8080 或7980亿这样在做 但是我们提的时候 因为前瞻是一次提两年 所以大家就全部加起来来算了 但实际上大概就100多亿 这第一件事情 OK 所以说那个前瞻的钱 是必须要去专案的 那个是归那一个人 对而且是两年 是归专案的 对是两年这样子 里面大部分就是去确保说在偏乡 在离岛或者在车站 或者在火车上都有5G啊 等等的这些电信讯号 所以那个是只能用在那件事情上 不能挪去做别的事情啊 对扣掉那个东西 那所以述发部的经费到底是多少 是 那我们实际上面 我们的公务预算啊 那大概就是57亿啊 那然后再 如果再争取再多 也但是不会超过110 那但是这个公务预算 在14个部里面 我们是排第14 所以是最少的 OK 所以是最少的一个部啦 那但是我们在运用上面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设计 都是在帮助其他部会 一起建立公用的这种系统上 所以像111的简讯平台 一次解决所有部会简讯的问题 或者短网址gov.tw 一次解决所有缩网址的问题 或者是刚刚讲到的 零信任的这种线上的签盒啊 等等就节省所有人 跑值本公文的那个问题 所以你也可以把我们想成是说 我们的建设不都是 解决我们自己的需要 也是透过这种公共城市的方式 解决所有部会的共同需要 不会觉得很烦吗 我意思就是说 我说实在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如果做的事 我一个人做我觉得还好 可是我如果叫我一次要面对10个 你这是一次面对30个 还不及哦 对30个部会 那个还是只是部会而已 因为还有其他project嘛 对不对 你不会觉得这个对口非常多 你真的人 这个600 就是600个人 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经费这样子 真的是够用的哦 我觉得你这样子还算是蛮有效率的 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也同意啊 就是蛮有效率的 我们今年50几亿嘛 明年应该是73亿左右 那我觉得真的是每分钱都有花在导口上 而且这个花的钱就像刚刚讲到的 绝大部分是帮忙其他部会 节省掉 他们本来靠人工 靠打电话等等 可能要花更多更多钱 但是因为我们投资在这些共同系统上 所以他们就省到了几十亿等等 我举例啊 好比像说我们其中有一支是帮助微服部 我们来建制一个就是让各地需要手语老师翻译的人 都可以透过平板啊 透过电话啊 就联络到手语老师 所以这些听语章的朋友 他在洽工在做什么的时候 以前是手语老师要么要在对方旁边 要么要在他旁边 所以等于就是呃 如果派不到的话就没有办法洽工 那现在就是透过宽评透过视讯可以及时的去媒合 甚至我们之后会导入AI 那如果像讲的不是华语 可能是台语或客语或其他语言的话 那甚至及时字母等等 这个都会打在上面 那如果要微服部用传统的方法 就是人实际派到你面前的话 那个这个成本非常非常高 也只能服务到少数的人 那我们透过这种呃 做法的话 那我们投资一分钱 可能就会产生出三四分的 叫做社会的效益嘛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都是去尽可能加大这样子的SROI 就是投资一分钱 省掉其他部会的更多分钱 那有没有说你设计一个东西出来之后 其他部会觉得很难用的 这种例子 目前还没有 所以目前track record还蛮好的 那不错啊 对还不错 我们也希望111也是一样 我们之前各部会最喜欢的 就是我们发6000块的那一套系统 发6000那一套系统是考虑到包含无障碍 包含到各种不同就是身心状况的人 等等的需求 所以喜欢线上转账的就转账嘛 喜欢去ATM的就提款嘛 喜欢去邮局的就去邮局 所以它等于不是要大家来配合我们SROI部 而是我们去配合各种不同身心状态的人的需求 那像这套系统很多地方政府也说 他们发不只发补助金嘛 有的发物资啊等等 他们如果要从头见直 其实第一个不太可能照顾到那么多种需求 第二个它资安啊等等的测试 也不一定能够花那么多时间测试 所以我们从明年开始就有一支公共建设计划 去把我们这次很成功的6000系统 变成以后所有中央地方政府都可以使用 这个大家是很高兴的 我觉得你的业务这么庞杂 你自己怎么样设priority呢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 你现在觉得这个事情是priority 然后可是问题是可能马上发生一个新的事情 马上要 就是你自己怎么样设priority 因为你总要 我觉得有些计划可以很快做 有些计划是要长程的做 所以这个怎么设呢 而且因为民意还要顾及啊 没错 就是说有些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更重要 你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办 对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最重要的priority 其实就是这个敏捷 我们所有的这个决策等等 我们刚刚讲到是开工笔 那随时只要需要 不管我人在台南沙伦 那边有一个办公室 在台北 或甚至是在纽约 在DC 在华府 那我们随时就开视讯会议 就来决策 所以就像在疫情的时候一样 我们是以24小时为单位 而不是说像以前那样子 你要层层的签合啊等等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时候 社会有新的需求来的时候 其实来得再急再快 都没有资安的攻击来得快 资安的攻击 大家知道背景池 这个顾利熊秘书长说过嘛 每天大概500万次 各种攻击的试探 那每次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 像去年8月 这个佩洛西议长来台 或今年3月 这个蔡总统访美 那就非常大的一波 就会出现 所以我们自己的编组 不只是在资安这边 也是包含像产业这边 或者是设法这边 都已经预备好说 下一次如果资安攻击来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快速的去因应 所以因为有这种 agility 这种敏捷性 所以当然您刚刚提到 社会上这些要求 在我们看起来 来得很急很快 但是比起资安攻击来讲 好像还好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说 我们确实要保持这个 credible neutrality 就是一个行政中立吧 只要有这个行政中立 其实各党派都会愿意 让我们持续做这种 长城的造桥铺路的事情 你好乐观哦 然后呢 对 但这个是很难得的 很多外国相信您也了解嘛 因为他们党派那个polarize 就是极化已经到一个程度 所以不管谁哪一个党 提出了一个做法 下个党一定会提出相反的做法 虽然要达到一样的目标 所以就变成这个好像桥建了又拆 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很幸运的 就是像我说 我从英国卫星 非同步卫星年底前 全台湾oneweb等等 没有哪个党派的议员会说 等我们执政了 我们就换别的卫星等等 这件事情大家都是觉得重视的 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保持这个 那长城的 就超过四年的就可以做下去 好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你现在对你自己来讲 长城的这个东西 就是资安这个东西 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是的 然后而且 然后短程的 比如说回应各部会的要求 或者是民意的需求 就是短程的 就是要保持敏捷 要保持敏捷度这样子 好 好 然后 好 那我们再来谈一谈 就是说 就是这个各自外泄的部分 好了 OK 因为最近就是有一个这个Iram 他就流出了这个40万会员的这个身份 那我亲自同胞的 对 在农历年间 对 好 然后结果他这个裁决 裁罚出来是重罚20万 那如果跟美国相比的话 像美国T-Mobile 他流出百万会员资料的时候 他和解金额是高达3.5亿美金 这是112亿台币 就是我们即使是修法之后 台湾的最高罚子也才1500万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罚的太轻了 我想先讲 就是说 当然各自法我们不是主管机关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也注意到 各自法其实不是说只能罚一次1500 首先他严重的时候可以按次连续处罚 而且更严重的话 那其实可以命起停止搜集各自 就是说他就不能再有会员了 也就是停业了嘛 所以你说是不是只能罚到这里 不是 最重的时候可以相当于停业 如果他是就是电商的话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说 我觉得因为我们站在产业辅导的立场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 对新的各自法确实如果发生事件 确定是他的问题 以前是他没改正才罚 现在是先罚 然后要他改正 所以我们确实也看到说 新的法通过之后 就是不管电商 还是其他像游戏产业等等 投资在资安上面的那个就大幅增加 因为以前你投资30万40万 那这边罚款最终20万 稍微看一下就知道 对那但是现在1500或可能停业 那比起来你只要投资30万40万 就可以加强资安 大部分人都会做一个理性选择了 就是要投资 所以我们这边也没和这些需要的 这些商家跟我们的资安产业 特别做所谓红队的演练 红队就是说 别人打进你的资料库前 我们先找这些资安的白帽骇客 也打进你的资料库 但是不是拿去做坏事 而是告诉你说 怎么样修补这些漏洞 那这样子的话 只要这边的技巧相当的高杆 你就可以一下子找到 所有的这个比较明显的漏洞 那这样子的话 当这些都解决之后 之后就各自外协被罚的这个几率 就大幅降低 可是我知道现在很多企业的 complain 他就是说 他觉得政府规定的这些requirements 他们其实也都做了 那做了以后 问题是他的外包厂商 就是就出包的时期 是他的外包厂商 对对 像很多电商是 他的手机号码保持的很好 但是他就是要快递嘛 要物流嘛 那他总是觉得 那客户的手机号码 你总得交给物流士 不然你怎么联络呢 结果这边没有包收号就出去了 就出去了 对 然后很多业者他就会觉得不平啊 他就说我其实都有照你的规定去做了 然后结果现在是外包商出了问题 怎么会罚我呢 理解 对 所以这怎么办呢 对 这个我们有一种专门的叫做 银码技术 银就是隐藏的银 也就是说像刚刚的那个例子 如果说这个物流士 他收到的不是客户的手机号码 而是一串一次性的这个随机的代码 他打这个电话呢 中间会经过电信公司的转接 还是联络到客户 但是呢 他或送到之后 这个代码就失效了 那这样子的话 即使这个物流士事后 他的email啊 或什么 被入侵 那他看到这一串乱码 这一串代码 反正已经联络不到你了 所以就没有各自的泄露的问题 所以像银码技术 这是最简单的隐私强化技术 所以我们现在推 有一个隐私强化技术指引 就是告诉这些说 那我自己保守的很好的 怎么样在不把各自 透露给他的外包厂商 或下游厂商的前提下 还是让他们可以去做到 本来像联络客户这些事情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会不会很贵 应该还好 应该还好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还好 是因为没有什么专利的问题 因为像我刚刚这样一解释 其实大家应该都听懂了 所以这种程度的也不能申请专利 所以也没有什么授权金的问题 所以主要还是让大家知道 有这个选择存在 那这样子的话 能够提供这个服务的 其实蛮多的 那只要市场的竞争者多 那单价当然也不会太高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是我自己的 因为我比如说 我们跟LINE合作 那LINE他自己就有一套 他因为资安的关系 所以他就有一套他的系统 那我们其实在稿子上面 都必须要共笔的 就是说我们写完之后 其实是LINE的团队也要看过 可是他们的那个系统 真的以我们在做文书来讲 就是做稿子来讲 太不方便了 因为他为了安全的问题 所以就不好用 其实就是越安全的 其实就越不好用 OK 我们说实在后来就 就变成说 我们还在用Google document 然后他们里面就用了一套 他们自己的东西这样子 我其实觉得在推广上不容易 我是觉得Google document 也可以有相当的安全的系数 就是说你也可以打开 像两阶段的认证 或者是用一些 甚至要求比较强的 这个登录的方式 像我刚刚讲免密码登录 我们也是用Google doc 但是我们就不是打密码 而是一定要用自然凭证 或行动自然凭证 那个appTW FIDO 那甚至还要再加上一层 微软的authenticator 那感应指纹才能够登录 那这样子的话 即使是Google doc 只要你前面的那三道门 把它放收好 后面的这个资安的疑虑 也就比较小 那好 听起来就很麻烦 你可以问一下LINE团队 好我忍耐 我忍耐 要安全就是要麻烦 这没有法子了 可是最近我知道 就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有民众说 他这个应征电信技术 中心工作 就传出了各自外泄 然后这个被诈骗电话 骚扰这个事情 这好像是你们 述发部狭下的单位 对TTC是我们的法人 听起来好像 你们自己怎么会 也都资料被外泄 这个东西 如果我会觉得 看这个说 怎么会述发部出这个事呢 你觉得我这个怀疑 有没有道理 其实当然 就是说如果能够打下 我们的系统 那对于那个 近外的攻击者来讲 当然大功一件嘛 所以我们确实有很多 就是免费的这个测试者 来帮我们测试 这些系统 那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不是说 好像这五个人的电话 跑到什么 境外的网站上啊 或什么YCR等等 是说我们主动侦测到说 这位承办人 他的email里面 可能有这五个人的电话 那有人试着跨境 读取他的email 那我们当然立刻就 补上这个漏洞 也切换到刚刚讲 灵性人的这个email 所以之后 不会有类似的事情了 那这一次呢 这个跨境透过跳板呢 他也不一定 就是把这些电话 真的有去外写出去 放到哪里 但是我们是采取 最高的标准 就是首先我们立刻 就做了资案的通报 那等于就是说 用同样的这个厂商的系统的 他立刻就可以升级到 没有这个问题的版本 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就算只是有这个疑虑 那我们也采取最高标准 就是一个一个打电话 去跟这五位朋友道歉 然后希望他们提高警觉 对 这我了解 这个是事后的措施 可是我现在在讲 就是说 你觉得我们民众 挑了这件事情来讲 说你书发布 怎么可以出这种事 你觉得这个抱怨 也没有道理 我觉得重点 还是碰到事情的时候 怎么样去面对 跟怎么样子去处理 各自法说 我们查明后 要通知当事员 那我们现在是 当然这个境外跳板 哪里来的等等 这个都还在查 但是只要有疑虑 马上通知当事人 那这个就是我们告诉 其他的部会 其他的机关 甚至包含民间的电商 你应该做的 而不是说 我一直等到六个月 十个月查明 我再通知 因为那样子的话 那个当事人 他提高警觉 那个window 那个时间已经过了 所以宁可是说 我们最后查查查 其实没有流出去 但是至少他先提高警觉 也不要变成说 我们查个半年 一年等等 最后确定有流出去 再去通知他 那个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觉得 就是提升全民的 治安意识 是要从我们自己的 这个法尊 还有要高于法尊 来做起 对 我听你这个 就觉得说 这个实在蛮困难的 因为很多事情 还要及时反应 马上就是要做的 好 那我们先谈一下 这个台湾治安的部分 我其实说 说实在 我觉得就是刚刚你讲到 就是马祖那个电缆 被贴的那个事情 然后另外还有 俄乌战争的时候 其实这个 因为他们其实用很多 就是伊朗马斯克 那个星链 他Starlink的东西 那个东西很critical 就是大家看得出来 就是在俄乌战争 这个事情 他这个地位卫星 这个事情 多么的重要 这样子 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用 我们因为 在伊朗马斯克 跟中国的关系 我知道我们不能用 所以我现在很想知道说 你刚刚也讲了 资安这个东西 现在对书发部来讲 你自己个人 我们才去英国谈了 OneWeb 对 你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好不好 就是关于这一点 书发部目前在做 哪些方面的事情 好啊 没问题 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刚刚讲到的 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去依赖 Starlink 这个大家都 不可能这样想 那但是好在是说 OneWeb 在年底会把全台湾覆盖 那他有 英国政府 有所谓的黄金股 也就是说 他不管持有的股权多少 他可以一票去否决掉 在供应链上面 去威胁到他自然的任何决策 所以我专程去英国 那也见到了相当高阶的 这个官员嘛 那他们是 也是跟我们讲这件事情 就英国政府对于OneWeb 有黄金股 而且没有哪个政府 可以去抢走这样子的一种决策权 那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是挑了OneWeb 在低轨道 以及中轨道 就是卢森堡的SES 那这两个是我们觉得新的过的 那有了这两个保底之后 当然有很多新的嘛 Kuiper Telesat等等 那也包含Starlink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700个 在明年年底之前 会部署的这个卫星的接收站 他就可以去分享 在地面上了 在地面上 在700个要遍布全台 对 我们今年是先从一些离岛开始 因为离岛他一旦断掉 其实没有什么备缘 不像在本岛的话 他有多家电信公司等等 那所以我们先把离岛做一些测试 那这些测试呢 大概获得一些数据没问题 之后 明年就会全面扩大的去铺设 那我们也很期待说 如果民间的一些厂商 觉得说 那他们也很重要 他们也有 他们的资料中心等等的话 那到明年 其实低轨卫星 应该也都可以商用 这个时候 他们就可以也去买 这样子的服务 中轨现在是已经开放 已经有商用了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OK 确保连线没有问题了 但是呢 在以前是说 我的手机如果是这家电信商 那这个电信商 他这个可能碰到一些灾害啊等等 基地台没了 那我没有办法漫游嘛 漫游通常是国外 你出国漫游回国内 但是在国内这三家中 捡彼此漫游 以前没有这个机制 所以说我们在今年九二一 第一次就演练了 就是说如果你是重要的 好比像说国际上面 这个有知名度的一些记者啊 等等 那发生灾难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传给国外知道 因为如果像在基辅的状况 如果不是Zelensky啊 一些驻当地的记者 每天每天直播啊 传这个讯息出去 那我想这些deepfake 早就已经 就是所谓伪造的影音啊 早就已经攻占全世界嘛 所以第一手的真相的报道 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们就要确保说 这些救灾救难人员 第一手的报道人员 他手上不管哪家 电信公司的SIM卡 他一定都要能够漫游出去 那如果海岚中断的话 那他漫游到的这个基地台 后面接卫星 也要让他的巡航出去 这个非常重要 OK 我先确定一下 有没有听懂 第一个就是说 你谈了这个oneweb 就是说低伪卫星的部分嘛 那第二个就是确定 我们各个不同的电信公司 比如说中华电信 或者是台湾大哥大 平常是不互通的 对 还有远传 对 还有远传 然后现在在必要的时候 它是可以互通的 对 就针对这些VIP的手机 那他不管SIM卡是哪家公司的 他都可以去使用 这第二个 那第三个是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基地台 本来如果是接光鲜 接海岚出去 海岚断掉了 那我们就要想尽办法 让这些基地台 世界卫星出去 你觉得 How secure do you feel about this? 就是说我当然觉得 因为也要看有多少钱 做多少事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 那你觉得目前 我们现在投注的资源 在这上面够不够? 我觉得蛮够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真正在 很critical的时候 我们对外国需要的频宽 并没有那么多 这里面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国内 彼此之间 像你刚刚提到 你用Google Doc 那可能也有用Google Meet 那你跟Google Meet的 其他人打电话 跟Gmail账号 或我们数位部账号 那我们中间的 这整个通讯 都是透过彰化那边的资料中心 所以即使我们对外 海岚断掉 那只要Google那个资料中心 没有怎么样 那我们中间都还是可以 非常高品质的视频通话 那这个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和稳定民心非常重要 那但是如果我们用的是 其他的通讯软体的视讯功能 那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 就要先经过像日本的Amazon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海岚断掉了 我们连一开始拨号 甚至你通讯路都打不开 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些恐慌 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去说服说 不管是已经落地的Google 即将落地的Weirite 或者是希望即将落地的Amazon 它都可以在国内投资 足够多的这种local resilience 就是本地任性的资料中心 那我们把常见的这些通讯软体 至少保持最基本的通话 或文字的功能都放在台湾 那这样子的话 真的对外海岸发生什么事情 至少我们内部的这些通讯 都是常通的 理论上听起来都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你觉得到目前来讲 你觉得现在这样子 就先这个样子 我可不可以请教部长 就是说万一真的发生战时的时候 你最担心什么 从你的角度来看 就像刚刚讲到的 就是如果我们对外 完全没有办法通讯 相信您也知道 很多本来在北京或上海 或香港的国际的记者 其实现在都在台湾 那如果他们没有办法 及时把通讯传出去 那我当然最担心的就是 在网络上面就会充斥 很多用生成式AI合成出来的 台湾这边的领导人物等等 所有的县市长 甚至包含总统 因为我们对外没有办法通讯了 那所以上面就会充满各种合成的 这种状态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你刚刚提到基辅的时候 他们有用Starlink等等 讯息有传出去 其实他们前面有一次 就是克里米亚的时候 就是没有那么及时的讯息 这两个你不管看国际的支持度 还是看他们在网际网路上面 就是到底风向导向哪一边等等 那其实是天壤之别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最担心的就是 我们对外的这个通讯 如果完全blackout的话 那在国际的支持上面 我觉得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OK 所以这个想要想办法解决 对 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然后这是讲到就是自然的部分 那我知道你刚刚去美国回来 跟大家讲一下 你这次去美国做的事情 我知道很多网友会批评说 书发部出国出太多了 您自己觉得有出太多 出国出太多吧 我quote一下了 就是最近美国白宫的一个高阶官员 就是Newberger 就是副国家安全顾问 他有对外表示 说台湾的政治跟军事的领导阶层 已经全员出动 来预期爆发的这个网路战 那华府是已经做足了准备 来对台湾的网路的这个攻防 提供权力支援 那这个是他的话 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举例来说 像我们10月即将要做的攻防演练 我们就不是自己在国内的 这个红队蓝队演练 我们是邀国际上的朋友 当然包含美国的 来扮演红队的角色 就实际来攻击我们 然后来看看找出哪些漏洞 然后演练之后呢 就双方红蓝结合 所谓子队的这个讨论 那这个purple teaming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以后如果发生 真正的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才知道说 怎么样子去跟这些各国 愿意帮助我们的这些联防 来合作 那你看乌克兰的Federov 主要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 好那但是呢 我们要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见面谈的时候 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就是这个是非常高的 这个security 这个strategic conversation 这是一个战略上面的对谈 所以当然不管我们去华府 或者是我们去纽约 那或者是他们过来 像其实有相当多高级官员 有访台嘛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大部分的事情 他们也不会愿意说 我们就开个Google meet 就来讲对不对 所以特别是在资安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这个出国不但是必要 而且未来只会越来越多 好那我也知道你才刚去美国回来 好那跟我们讲一下 这一次在 而且去了纽约嘛 那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说这一次去美国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这一次是在联合国大会周边 那我也参加就是布林肯主持的 就是国务卿主持的 包含各地的所有的 其实FOC就是一个线上自由的一个联盟 那我们是观察员的 包含其他的数位部长 其他的数位大使 或者是外交部长 那大家就是齐聚一堂 然后一起来讨论说 怎么样因应这种生成式AI 对于线上的 他们叫information integrity 造成的这种危害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有些极权国家 运用这种AI来监控 他们的人民 甚至国外的人民 这个动向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子去保障 各国的隐私等等 那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 那我觉得蛮高兴的是说 因为我们是完整的观察员的身份加入 所以你看不管是做次啊 安排啊等等 其实就是跟所有其他国家的部长 都是平起平坐 那所以这个看得出一个决心 就是说在UN相关的这种机构啊等等 在以前我们都是要用一个非政府组织 好比像说一个NGO等等的身份 才有可能取得观察员的身份 但现在呢 因为我们有签那个未来网绩网络协定 我是用minister的身份签的 所以签了之后 就是直接跟其他minister平起平坐 而不需要好像派一个NGO 来带我们发言这样 我觉得这个要跟观众先说明一下 因为你刚刚跟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为什么非常惊讶 是因为联合国的相关的组织 其实台湾一直在参与上有很大的困难 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在UN的势力真的非常大 我自己跑联合国跑了十多年 所以我是又代表的是台湾媒体 所以我真的是吃尽了他们的牌头 2758的 我真的吃尽了他们的牌头 我是说真的 所以这次你讲就是说 我觉得 I know the significance 我是真的觉得这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 非常不容易一件事 就是说部长自己可以去 然后而且跟其他的各国的视频 即使是周边活动 其实也都还是蛮重要的 你觉得跟美国的态度 就是给我们的支持 这个态度有没有关系 有相当大的关系 我想像大家如果去看 我签那个未来网纪网络宣言 的那一整套包含screenshot 就是他的荧幕的截图 那当然我在第一排嘛 旁边 那后面是这个台湾的背景 卫星的空拍图 那但是旁边就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个位置 就是Federov 就是乌克兰 那大家都看到乌克兰的例子 是说不是传统上面的 这种军事对抗 而更多的是在网络上面 不管是像刚刚讲到通讯的任性 或者是说怎么样及时的 把实际发生的事情传出去 所以在网纪网络上面 其实没有地缘的远禁 只有价值的远禁 所以台湾在这边 乌克兰在这边 但是因为网纪网络上都是光速 所以哪一些能够攻击到我们的 说不定一个小时之后 就攻击到他们了 反过来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促进这样子的联防 就超越以前说 我们只跟旁边的 可能印太啊 周边国家等等结盟 因为那个是kinetic 就是传统的这个军事的结盟 但在网纪网络上 最重要的就是 所有认同这种自由开放人权的 网纪网络的告诉整个世界 说我们要把网纪网络做成 共用的这种任性建设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确实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包含美国 但是也包含欧洲 英国等等 各国现在都很愿意 在这件事情上面 来联防台湾 因为他们了解到说 台湾遭受到的这种攻击 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就到他们了 跟以前地缘上 比较远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台湾在这个议题上面 就是cyber attack 这上面 你觉得各国的重视程度怎么样 可以说是史上最高 史上最高 我觉得我需要多一点information 怎么叫做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reference 可以比较 所以怎么 就是说 讲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各国的反应怎么样 我说实在 我那时候在联合国 我在联合国跑的时间 是从90年代一直跑到 2015 差不多有差不多一二十年的时间 这样子 我老实说我们台湾在那边是 很识别的 因为其实讲了也没有人理 就是 nobody cares seriously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 nobody cares 可是我现在知道 就是说 现在台湾 尤其在讲到 cyber attack的时候 各国的态度是怎么样 他们觉得 这事情很重要吗 对 而且 对 您刚刚讲到那段时间 感觉是台湾needs help 就是需要大家 来帮我们争取 但是在资安这件事情上面 是反过来 是台湾can't help 也就是说 大家都了解 就有点像以色列的状态一样 就是实质上 就是处于前线 最新的攻击 最新的这些木马病毒等等 台湾收集的 可能是最全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这边 想到的一些解决方案 或者是我们这些实际实行 而且真的能够抵御出攻击的 一些做法 那对于全球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就像刚才讲的 把台湾这个没有成功的 不表示它一个小时之后 不会去打其他国家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小时里面 做了什么应对 搜集了什么 我们叫做Threat Indicator 那这个威胁的这些争相啊等等 那这些我们如果 即使在一小时之内 机器对机器分散到各国 告诉大家说 这种攻击要来了 你这样因应就可以挡得住 那这个对大家来讲 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情报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说 当然在我们自己的资安产业上 包含我们资安的这些好手 我穿的这一件TWN48 就是今年我们的好手去 全世界最高等级的资安攻防赛 那也获得全球第三名 所以因为连续几年都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全世界现在听到台湾 是觉得是一个资安强国 那这样子的话 也包含我们资安产业等等 对外输出也有非常好的市场 也许你觉得这有没有办法变成一个 我们下一个护国神山 确实是 我们六大战略产业 当然这个就是台积电 晶片 自通讯 这是一个 但是资安是独立出来 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是可以并列的 所以这件事情上 你觉得在跟各国密切交往 这件事情上面 有多枯朽 有多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像现在生成时AI 它象征着一种全新的 自然攻击的方法 以前是有点像遥控 就是骇客透过跳板什么的 每一步每一步 它要攻占这里 要横向移动 要去哪里 它必须遥控 所以很多的防守是在 你侦测它遥控的流量 那像我们之前讲到的 有疑虑的时候 就要把它下一步 横向移动挡住等等 但是我们现在就发现到说 因为有的生成是AI 它可以一次 种一个木马进来之后 这个木马变成 好像一个骇客的脑子 住在对方的电脑里 这个叫living off the land 那这个时候 它用它这边的CPU GPU的这些运算能力 自己横向移动 自己合成病毒 等于是说 本来是遥控飞机 现在变自主的无人机了 那这样子的话 传统的这种 威胁侦查的这个方法 就要重新去想 你可能就要变成 真正的零信任 就是说你不能说 你进入内网之后 都假设是好人 内网里面可能有一些是 生化人 是合成出来的AI攻击者 那这个时候 每一步都要经过 三重的验证等等 所以像我这一次 去纽约去DC 他们对数位部 能够这么快速的部署 无密码的 零星人的防御架构 大家都觉得很惊讶 因为在他们 可能都是要两三年以上 那我们一年就做到了 所以这样子的分享 对他们来讲 非常有实战的经验 可是这讲到一个东西 就是AI的将来被用在 这个CyberTech上面 我想是必然的趋势 没错 OK 可是我知道 中国大陆其实 中国其实在 AI的这个发展上面 其实非常非常的 advanced 他们其实很厉害的 怎么办 对就像刚刚讲到的 如果我们的防守 是跟对方消耗资源 那我们一定不可能 消耗得过对方 投入的资源 这个我们在去年八月 就看到了 他们为了瘫痪掉 我们几个官方网站 几个小时 他们可以投入 那一天他们投入的资源 是23倍于之前的最高值 所以可以说不洗血本 只为了瘫痪几个小时 那所以我们如果要去 跟他们对好资源 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 但是反过来讲 我们如果去改变 我们的这个防守的方式 像我们后来就改变成 一个叫做 所谓的这个静态化的方式 就是如果你是国外来的人 那我们可能一小时 才更新一次网站 在这一小时里面 国外的任何人看到的 都是同样版本的网站 变成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他不管投入多少资源 我们这边每小时 只要消耗一分资源 那这样子就把人家攻击抵消掉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 重点不是说 我们的资源多少 他们资源多少 而是我们尽快的 去找到所有脆弱的地方 就是本来是用对好的这种方法 然后要把它改成不对称 对防守防有力的做法 OK好 你希望民众配合什么 是 那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要提升自己的自然意识 等我们一一全面采用之后 那如果再是实码的 然后说是政府的 可能就不要相信了 就是短码才是真的 那希望我们能够尽快 在年底事半没有问题的话 就推到这个地步 这第一点 就是认明蓝勾勾 各种情况的蓝勾勾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也尽可能的在 不管是用电商 或怎么样的时候 尽量去看到说 如果他只让你输入账号密码 而没有额外的 像透过简讯 或者是透过app来确认的话 那可能要慢慢切换到说 不要只相信密码的这一点 因为密码是这样 就是你短的好记的 现在AI一下就破解了 长的AI破解不了的 你反正也记不住 那说不定还写个便条纸 贴在电脑上 或者是在不同的网站中间 重复利用 那样子的话 一个打穿了都打穿了 所以我们慢慢就会切换到 多个因素 甚至最后免密码的这个状态 那如果你常用的电商等等 还没有运用这些先进的技术的话 可能就是要给他一些pressure 说那为什么你没有提供 两阶段验证啊 这样子 或者是说生物验证啊 对啊 就是说就push他用 还没有用FIDO啊 比较push他去用更精密的东西 就是钱给我花下去 就做这样子 对对 这样对我们资安产业 绝对很有帮助 好 那我们就谈一谈 就从乌克兰战役这个 在资安上面 你学到什么 是 我想各国都学到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 你的友军 你的援军 他可以是在千里之外 万里之外 就像刚刚讲 网络上都是光速 所以其实 不管台湾跟乌克兰多远 愿意去帮忙的人 特别是在网络上面 立刻就可以帮到忙 所以反过来讲 就是我们现在就要 透过联合演训的方式 让所有的民主阵营知道 发生事情的时候 这边就需要他们来防守 因为我们可能要处理另外一边的事情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 那第二个除了这个民主阵营联防之外 就是刚刚讲到 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如果你只有一种 这个光线连外 那个断了你什么都没有 就算你有卫星 如果你只有一种卫星 那个卫星的营运商不提供服务 你拿它一点办法没有 所以任何时候都要有多余一种 最好有三种以上的解决方案 那这样子就算其中一两种被断掉 被入侵怎么样 那至少第一个 我们还有别的做法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新的做法 联系外面的人说 那我们这边需要援助 然后赶快把它补上 所以这种恢复力 resilience 韧性 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很多 包含海岸在哪里 包含微波站在哪里 这个不是秘密吗 卫星一拍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也不能假设说 它永远就会在那边不被破坏掉 那我们现在在想的都是最坏状况 就是所有对方已经知道位置的东西 都被破坏掉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对外联系的方法 你刚刚讲说最好要有三套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有几套 对 目前有几套 现在 现在我们如果专门以卫星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有同步卫星 那我们有中轨卫星跟低轨卫星 各一套 现在是这个情况 那三个轨道 当然如果都加几个 那当然是最好 这是第一点 那如果是以云端的厂商来讲 那Google已经落地了 那微软透过供购的方式 现在也在落地的途中 那只要Amazon进来就有三套了 OK好 怎样 你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 好 部长 我们其实三年前我们碰到那一次 那个时候刚好是被研上最严重的时候 对 然后呢 我记得那时候你的应对 我那时候其实说实在蛮烦恼的 然后呢 我们聊了一下 那时候你就劝我说 你那时候就跟我讲了一句说 我觉得你太用力了 其实说实在这个话为什么记到现在 因为我就觉得你讲很有道理 我觉得我太用力了 好 然后你那时候还跟我讲说 人家骂我的时候那些梗图 我我都把当做网友的创作在心下 对啊 二次创作 对啊 有些真的很有创意 像旋律啊什么的 对 可是我必須要說你這個在應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要找到比我罵更多的經驗也不是很多 你可能其中其力 ok 好 怎麼樣適應這個心情 我真的覺得被罵的時候心情不好 怎麼適應 還是你不會心情不好 對 其實我真的還好 真的還假的 你真的不會心情不好 完全不會影響心情 可能是因為我之前在蘋果嘛 那做他們的顧問 跟Siri一起工作了六年 那Siri每次要有一種新的語言的時候 很多我們會去收集的 就是那個語言怎麼罵人 因為你就可以想像大家都會罵Siri 這個脾氣不好就找Siri出氣 那這個時候如果Siri跟他對罵 蘋果就不用賣手機了 所以他一定要想很多這個轉念的這種方法 這個開玩笑啊 或者是給他一些他可能會需要的幫助啊 忽略掉裡面就是完全人身攻擊的部分 但是知道對方這個情緒是表示他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就要也Siri要表現很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像這些事情其實之前 每次Siri要講一種新的語言 有時候蘋果還會專門爭那個語言的詩人 文學家來回答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這些都是語言的材料 那所以有的時候我看到 對我特別厲害的人身攻擊 我會很欣賞 我覺得原來中文可以這樣用 我本來不知道可以這樣子用 那所以第一個我欣賞這些創意 那第二個我也了解到裡面很多是對我們實質的期許 所以把這些人身攻擊的部分剝掉 那像剛剛提到的 需要我們在資安上更加把勁 需要我們跟建立機關聯防等等 那這個我就會回去跟我們的同仁說 這部分確實是有道理 那我們大家就來做這樣 Siri是電腦 你不是電腦 人會有情緒的 是是是 對啊我是說真的 你在我在我覺得 我當然覺得你講這個邏輯我都了解 但是但是 You know Siri我還要再講一遍Siri是電腦 你不是電腦 是是 對啊所以你都沒有有情緒過的時候嗎 我會有情緒的時候 就是我沒有睡夠的時候 所以我想就是剛剛講到的很多種跨境網攻啊 其實網路攻擊 它不容易一下子就取得什麼探頭報 大部分的攻擊它是心戰的一環 就是要讓我們自己對自己的防守 產生懷疑 如果去年8月股市下墜 那他們心戰就成功了嘛 不過股市反而上漲 所以在我的意思是說 像當時去年8月 那一波攻擊來的時候 當時我們現在的這個資安署署長 當時也是在資管處負責這一方面的防御 那我就跟他說 我只管靠你一件事 就是你每天睡幾個小時 因為人如果沒有睡夠 長期沒睡夠 任何新的攻擊來的時候 你只會用舊的方式去反應 因為人是靠睡眠來學習的 你的短期記憶 血淨長期記憶是要睡夠 那所以每次攻擊 每一波來的時候 如果沒有睡夠 就學不到教訓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我每天受到攻擊再強烈 我就管靠自己 一定要睡到8小時 如果那一天 真的攻擊很強烈 我失眠 只睡4小時 那我中午一定要再加兩小時 再加兩小時 把它補上 那只有這樣子 我隔天醒來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確實這是語言的材料 那我下次看到就知道要怎麼回應 嗯 可是我覺得在 我跟妳講我現在擔心的事情 就是說我覺得很多想要專心做事的人 沒辦法專心做事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的確是民主制度的問題 對 我覺得這是我們就是民主國家 那沒辦法 就是有些時候 他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這樣子 嗯 可是我會擔心 嗯 你會不會擔心你會變成攻擊 攻擊 就敵對方 就因為 因為對 變成一個政治提款期這樣子 嗯 就是妳是在做事 但是太容易被攻擊了 我想如果是 呃 不要否定掉 我們在做的事的話 我覺得就還好 呃 像我剛才講到的 我們從oneweb 從英國 呃 把地軌道衛星 部署到 呃 不管是 馬祖啊 還是 未來太平島啊 等等 我目前為止 並沒有看到哪一個政黨 否定這件事情 那 對我來講 因為我用的都是常人文官 當司署長 讓他們有一個不受黨派影響的工作環境 這個是最重要 所以對我個人 不管是做什麼梗圖 什麼之類 只要最後的結果 是四個黨派都支持我們的司署長 在做的這些造橋鋪路的這些事情 那就很值得 那在這個中間 我如果吸收一些炮火什麼的 我覺得這本來就是政務官應該做的事 萬一老闆撐不住了呢 不是你撐不住 老闆撐不住怎麼辦 對 您剛剛提到的 其實我在2014年就經驗過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才剛剛加入行政院 當時蔡云林政務委員的團隊 當專案顧問 沒多久就碰到縣市場選舉 然後選舉之後 當然狀況就有很大的改變 有一些政務官也不在了 院長也換人了 那當時我也還記得說 本來江英化院長 可能有很多真的很不錯的規劃 那但是就可能只有不到10%的人 支持這些想法 那90%的人就算沒問題 也硬要找出一些問題來 我想2014年的狀況 大家是記得的 那當時很多的高階文官 他當時就很擔心 就是我們規劃到的這些 應該要有延續性的事情 會不會到了2016年 那大家當時也大概知道 2016年會換人嘛 那是不是全部都要打掉 那這樣我們最後剩這一年多 到底還要做什麼 這是一個很真實的憂慮 那所以我們當時跟他們的討論 我覺得是有一種默契 就是說如果這件事情 真的是對大家都好 那我們就應該用開放政府的精神 在剩下來的這一年 就要各種不同黨派的人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後面 不管是V台灣等等這些計劃 我們都很在意的去看到說 不管是各個黨派 大黨小黨等等 最好立委或者他的助理 都能夠一起來參加 那這樣大家就開始了解到說 我們去調適這種法規 我們要確保說Uber不要侵蚀到 計程車的權利 要照顧到偏鄉的白牌的司機 讓他們能夠轉正等等 這些其實真的沒有黨派 而且大家都是一起來參與討論 那這樣子的話到2010年之後 政策就有延續性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不管所謂老闆 或者是行政院長或怎麼樣 只要持續保持這種開門造局的精神 邀請各個不同的黨派的人 一起在這種技術上面 或法規調適上面 一起集思廣益 那這樣的話 不管之後選舉的結果怎麼樣 我想這些有延續性的政策 就會繼續下去 嗯 可是我現在擔心的就是說 當這個就是為了黨派 競爭的太厲害的時候 有些時候本來應該是沒有顏色的東西 後來都有顏色啦 我覺得現在有點這個味道啊 就是有些很中立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就是會被貼標籤啊 我現在覺得還好 就是我覺得我們這一年下來 大家真的看到我真的沒有黨派 真的恪守行政中立 從來沒有幫誰助選 那在這個情況下 包含我之前去巡迴這個各都 還有南部縣市的這個首長 那我也都收到了不分黨派 剛好就是加起來應該五個五個吧 都覺得很就是我們數位部做的事情 跟地方政府越緊密結合 那大家在聯防上面就越有保障 那至少我從地方政府聽起來 他們不分哪一個黨派 都覺得數位部在做的事情 對他們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讓我們士氣 一直都保持還蠻高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蠻確定的知道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超越黨派 嗯 可是我覺得民眾罵的很兇 那就表示他們關心啊 對啊 OK 真是樂觀的 OK 如果不罵我們也不會知道 政策怎麼調整 OK 好 那如果說有一天 其實我跟陳吉仲談過這個東西 對我跟陳吉仲談過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他也是做事的人 嗯 然後嗯 我意思是說我真的覺得現在關很難做 嗯 嗯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 太難做了 然後我覺得 嗯 我覺得 嗯 我其實在外面也可以賺很多錢 我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為什麼一定要去做這個 我為什麼要去做這個關 然後被罵了半死 有沒有想過這種事 我2014的時候 其實跟事務官同仁 就討論過這個問題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自我期許嘛 就是所謂公仆的公仆 就是用數位來幫助整個公務系統 來解決問題 而且因為強化這個合作 所以就是化這個 漫麻為力量 讓公務體系 一下就可以看到說 雖然大家有各種批評指教 但是有哪些真的是共同問題 我們先解決了 那就可以從源頭防止很多下游的這些問題 所以透過我的這種公仆的公仆的這個角度 我覺得這些漫麻啊什麼 在我看起來都是大家關心 而且可以讓我們很快凝聚出 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那不管現在聲量再怎麼樣 我覺得比起2014年 都沒有那麼嚴重 都沒有那麼嚴重這樣子 好好 這個我可以理解啦 好 可是我覺得 你說你沒有政黨的顏色 這個我可以理解 可是這也是你對你自己的期許 我覺得 可是如果說 我意思就是說 因為沒有政黨因素的關係 會不會造成有些時候 反而在 就是 就在政治攻防上面 你就少了一些資源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問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可能被打的時候 你就沒有同志出來幫你 不過我覺得我們在做 剛剛講到兩件最主要的事情嘛 一個就是說 抵禦境外的攻擊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聯合國這些場合 去不要像以前那樣被打壓 而是說能夠幫助別人 我看不出來 有哪一個黨派會現在主張說 這個境外攻擊來 那我們就投降算了 或者是說在聯合國被打壓 那就算了吧 沒有人這樣想吧 所以我們受到這兩方面的外國 境外這種敵對勢力的壓力的時候 在我看起來 四個黨 主要的政黨 都是很聽我們 好 那我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有些人會講說 你這種態度可能 政治敏感度不足 你覺得政治敏感度不足 這件事情 從你的角度來看 是個優點還是缺點 我想這個就是牽涉到說 我們對數位這件事情的想像 在我看起來 數位就是能夠更快的 把本來對立的人 因為他沒有溝通的方法 能夠凝聚出一些共同想法 那因為有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對我來說 有越來越多的對立的立場 本身並不是一個問題 那當然在很多國外 我們會看到說 他其實也沒有很多立場 就兩個 然後一邊說好的 另外一邊一定要說壞 那這個在我看起來 就不是這個數位的狀態 而是他們被關在 好像泡泡 泡沫裡面一樣 那在那個泡沫裡面 他沒有辦法接觸到 別的泡泡裡面的任何資訊 所以在我的角度 不管是推動 所謂的開放資料等等 都是說那你可能不認同 這個政黨 可能不認同這個政策 但是你行你來嗎 因為所有的即時的資訊 都有分享給你 那你如果想到更好的做法 至少你是從我們做到的 這個程度往上 而不是說 那我們這邊什麼都不公布出來 那你當然也沒有辦法 提出更好的解決方案 所以透過這個透明達到共創 不能說沒有政治敏感度 應該說這是另外一種 做政治的方法 我希望你會 你的方式會勝出 Let me put this way 我蠻有信心的 OK 好我希望你的方式會勝出 我是說真的 我希望eventually 你這套方法會work 對啊 真的真的 因為我覺得太多 因為我覺得我們花太多力氣在 談政治上 沒錯 我希望這一套會work 是 好今天我說我問完了 你有沒有什麼那個 好那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過我是說真的 我在這個為我自己問的 你那時候跟我講說 你太用力了 對啊 你那時候你說太用力什麼意思 其實像我最近有看你主持的這集節目 以前的各級節目 我覺得你現在好很多 現在沒那麼用力 對 因為就是會比較讓來賓能夠很明確地講出他的立場 當然他的立場未必大家都同意 但是至少就是是一個journalistic 就是用一種新聞採訪的這種技巧 去確保說他的立場有完整的呈現 那 因為之前我們上次見面的時候 我覺得您有點充滿使命感 就是確保說這個您想到的那一套立場 應該越來越多人知道嘛 但是我覺得透過您這樣子 就是真的很資深的新聞工作的方法 呈現出各種不同立場之後 其實大家反而看到說 就算不同立場的人 他真的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那這些共通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民主政治最可貴的 如果有這個 那大家才能夠良性競爭 去想更好的做法更好的做法 而不是一直說否定對方做法 否定對方做法 所以我覺得您現在這樣子節目的製作方式 至少我是非常肯定 對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流量並不怎麼樣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狀況就是 因為不想站邊的關係 所以其實 可是現在 現在其實站邊的比較容易有流量這樣子 所以 我們其實是挑了一條比較難走的路啦 就是說可是 就跟我挑的一樣 對 就挑了一條比較難走的路啦 可是我覺得也沒法子啦 可能就這樣子啦 我覺得很多時候到後來就是 我覺得就是因為 也沒辦法走別的路 對 我感覺你也是這樣 對 因為我最重視的相信你也是 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講到的概念上的完整性 如果你丟失掉了這個完整性 變成說你站邊的這邊 他做好的你也說好 做壞的你也說好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Integrity就不見了 那不見了之後 那我們還用什麼方式去鼓勵大家提出更好的想法呢 那不可能了嘛 對 所以就是說不管您在新聞上面的工作 或我在這種開放政策上面的工作 它先決條件就是Integrity 不管是容易還是難 反正也只能這樣做 我可不可以假設 哪一天你如果說不做了 就是因為你這個position 沒辦法讓你在留著你的Integrity 我可以這樣假設嗎 其實我不管2014年還是2016年 都講過一樣的話 對 就是說如果沒有辦法 各個不同的黨派的人 都可以針對政策提出良好的建議 而且有被參財的可能性的話 那這樣我坐這個位置也沒有什麼意思 嗯 OK 好 我問完了 好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 謝謝